如果剛剛的程式 假設你要把它轉換到那個VBA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覺得VBA跟Python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第一個差異在哪裡 它一樣是專案有沒有 上面這個是VBA Project 那只是差別 第二個我們是Module 所以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樣是什麼 Module模組 對不對 那只是說在Module裡面 那個VBA會多一個SUB SUB就是在Module裡面有副程式 OK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插入一個程序 那名稱H叫什麼 叫IfH 假設名稱取一樣 IfH 假設吧 這樣子 H OK 那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是把程式寫在這中間 那其實當然你想說 我可不可以把剛剛的程式拿來改 其實也可以啦 那你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Ctrl C嘛 對不對 Ctrl V貼上 那第一個我會怎麼樣 把這邊按這個Table鍵 習慣上這樣 就是讓它下一排 那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有哪些差別 第一個 Input 這邊在那個Python裡面Input 可是在VBA裡面我改成叫Input Box 什麼叫Input Box 就跳出一個東西 不然的話 它沒有Input的這東西 但是 第二個的話呢 轉型要不要轉呢 其實你不轉也沒關係 可是你轉也可以 所以其實在VBA裡面 你加跟不加都可以 這個是VBA我覺得比較 算是方便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反而會出錯啦 因為形態它沒有特別注意到 再來的話 這個冒號有沒有 其實你就要改成什麼 改成Zen OK 然後Printer的話也許你就是 因為它Printer也是會Printer 不過又是Printer在下面 我們剛才用改成叫Mesh Box 我習慣的是MSGBOX OK 如果有很多個的話 乾脆把這邊用取代好了 然後Ctrl H Printer什麼呢 改成這個Ctrl C貼上 全部取代一下 它就幫我全部取代了 OK 其他還有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Ls 要改成L L加S有沒有 S 然後這邊的話 就多一個什麼 一樣是多一個rem 就這樣不一樣 其他一樣 這中間不用改 這邊一樣 改一個Ls 然後這邊的話改個rem 然後呢這個Ls冒號不用 那這邊的話呢 多一個什麼endif 好 大功告成 好 Python 轉轉為VVA了 其實應該可以寫一個那個 自動轉換程式吧 貼上去自動 因為它規則大概都差不多這些東西 所以那個 應該有人寫出這種東西 它主要就是幫你做翻譯而已 像比如說Java轉 以前Basic 什麼 或者C Sharp 因為它其實只是把那個語法 稍微改一下 那你在改完就貼上就OK了 只是說 因為這些裡面我主要是 希望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兩者間的差異 那以後如果你有 以前用VVA寫的 你也可以馬上把它轉換成Python 沒有問題 兩邊是可以互通人 你不要因為換一個環境 你就以為又要重新學習 沒有啦 像以前有很多範例 以前寫過的 這邊VVA寫過的 Python也可以用 那最後把它run一下 執行一下 OK請輸入年齡 有沒有 那輸入35歲 Enter 撞年 有沒有 Matchbox就是這東西 那當然 我是覺得 就是 呃 VVA有一個優點 它不需要說 只限於在這邊輸入 你未來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請輸入年齡 改在哪裡呢 改在這裡 請輸入年齡 欸可不可以輸入到這裡 旁邊加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 可以加一個什麼呢 你的什麼 最後的評語吧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最後就是用這個 然後這邊把它框一下 這個 這框不框沒關係 我只是覺得 希望這邊 讓它更凸顯 然後把這個框線加一下 框一下 外框內框 把它變紅色 那這邊的話 再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剛剛輸入的部分 Input Box 不過你其實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把輸入的部分 改成什麼 在哪裡呢 在儲存格上面 這個位置你可以給它 那這個位置的話 你可以用Sales 你也可以用Range 不過用Range 比較好表示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H部分呢 就可以不需要 所以這個 其實可以把它註解掉 這邊把它加一個單引號 就是H的來源 你就可以跟它講說 我的H來源 是在什麼呢 等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叫Range Range 對 瓜糊 打一個儲存格 B2 OK 你就跟它B2 OK 這個就 這個Range物件 實際上就是 B1 打錯了B1 Range 實際上除了是範圍之外 也可以是某個儲存格 然後它取得這個儲存格的值之後 再把結果輸出到B2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Printer的話 其實可以把 剛剛MeshBox 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邊 但是要多一個等號 並且把這邊的那個前後的瓜五拿掉 這邊也蠻多個 所以 改完之後的話 一樣我們輸入 那就可以一樣得到那個最後的結果 OK 那這邊的話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那這邊的話 刪掉 OK 又大功到成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呢 對 B2 OK 所以我說 剛剛講過 貼的可能要特別小心 貼完之後 OK 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我 那最後就是在這邊再加一個 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 插入按鈕 比如說當我 輸入之後 然後 那我就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 if age 當我輸入35歲 一樣按下它 然後呢 它會幫我把結果輸出到這裡 OK 也就是說呢 在VBA裡面的好處就是說 不是只有擔當 Input Output 它比較簡單 你也可以把Excel 當成是輸入跟輸出的介面 另外的話 第三個 甚至還可以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那個自訂表單 不過自訂表單更複雜 我想這有戲劇 自己再try一下 大概就這幾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如果說你對那個VBA熟悉的話 也許再試 畫面切一下 OK